苗栗今天新增了21例的确诊患者都是电子厂移工 其中有20人是在隔离所内进行二次PCR筛检 呈现了阳性反应 另外也传出了县府向中央争取 让县议员优先列入施打名单当中 却被议员认为是在挖洞给名带跳 对此县长徐耀昌也回应不要政治化 苗栗单日在增21例本土个案 但县府要相亲不用恐慌 因为全部确诊者都是电子厂移工 这两天县府配合中央前进指挥所 针对高风险隔离移工进行第二次筛检 就是希望病毒不要再有机会流窜到工厂或社区 科学园区内企业也主动进行员工快筛 目前结果都是阴性 全线包含卫生局以及社区快筛站 至今共筛检了2459人 三人阳性反应 电子厂快筛17636人 阳性有235人 索性疫情没有扩散到社区 另外针对县府向中央争取名带议员 也可以列入优先试打名单 被县内议员质疑是挖洞给名带跳 县长徐耀昌也正面回应 真的不要去政治化 有的提到说我们什么挖洞给他们跳 我想大概没那么伟大 我们也不希望让我们的选民误以为说 这个权贵或者是政治人物民带 有这个优先施打的这个权力 绿营议员认为现阶段选民服务 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联系 减少群聚接触 因此民带不需要先施打 但蓝营却有不同看法 保护自己才能保护他人 针对这点 可能平常没有讨基层服务的民意代表 没有办法体会的 但我还是要强调 采购大量多种据国际认证的疫苗 才是解决台湾疫情的根本之道 中央还没同意 但地方就掀起讨论 也让疫苗施打顺序 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金商星杰苗栗报道